对于迫击炮这种武器 大家对它的认知还停留在士兵扛在肩上奔跑的画面吗 还在认为是一种为了节约成本而不得不使用的一款很low的武器吗 那么你来看看今天火力军要给你讲的这款武器 它的名字被称为Elka120毫米车载式迫击炮武器系统 此外这款武器还拥有一个城市猎人的名称 或者是丛林杀手的叫法 而这款武器究竟如何呢 让我们进入正题 该武器系统是由ASUSEN公司所推出 首次被公开是在2017年国际国防工业展览会中 关于它的性能参数如下 全长2.45米 高1.1米 宽1.45米 炮管口径120毫米 其最远射程可以达到8000米 最小射程范围可以达到1500米 可以进行360度的旋转 在发射弹药类型上 可以选择MOD-209、MOD-226型炮弹等 关于这款IOKA 120毫米迫击炮武器系统的研发 ASUSEN公司为其配备了很多先进的科技 例如加装了IOKA电子系统 这种系统可以帮助IOKA 120毫米迫击炮 提供弹道计算、测量风速、显示战场信息等功能 进一步提高该武器的性能 另外为了提高它的作战效率 该公司还为IOKA 120毫米迫击炮加装了自动化系统 这种自动化系统可以帮助该武器停装弹药 这就大幅度减少了人员的使用 另外在该武器系统中 设计师还齐配备了辅助配置 例如一些雷达系统、风向感知系统 以及红外感知系统 这些系统可以进一步提高它的作战效率 根据官方透露 这款IOKA 120毫米迫击炮 在一些恶劣的环境下可以正常工作 并且它搭载的红外感知系统 可以帮助它在夜晚环境下作战 而且据官方称 这款武器不仅可以用于一些基地防护 也可以将其搭载到一些移动平台上进行作战 据消息称 IOKA 120毫米迫击炮5G系统 基本可以适应各种平台 其中还包含一些轻型的轮式车辆 例如可以搭载到一些装甲运兵车上 这样可以在作战时快速地支援战场 此外 据土耳其官方表示 该武器将会搭配到VIROLIN防地雷装甲车上 该车是由土耳其BMC公司所生产 关于这款VIROLIN装甲车 它的性能还是非常给力的 该车在动力系统上采用了柴油引擎 其功率可以达到360匹马力 最大行驶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10公里 航行距离可以达到700公里 而这款装甲车最大的特点 就是它的防护性能 在设计时就采用了V型船体防爆构造 这种设计可以在爆炸物爆炸时 将爆炸充力从车辆上转移 减轻爆炸所产生的危害 此外在内部也为机组人员和乘客 安装了减震座椅 这样能减轻爆炸所产生的冲击力 据有关人员透露 该车的防爆性能可以抵挡 大约6到8公斤TNT的爆炸 此外这款装甲车上还配有干扰系统 这种系统可以阻止引爆路边炸弹的信号 进一步增强它的生存几率 至于在车里上的防护性能 据称可以抵挡5.56 乘以45毫米弹药和一些炮弹碎片 将Alka 120毫米迫击炮 配到Virland防地雷装甲车 无疑是又增强了Alka 120毫米迫击炮的性能 而且ASUSON公司除了研发120毫米自动迫击炮外 还研发了一款Alka 81毫米自动迫击炮武器系统 这种武器系统和Alka 120毫米迫击炮类似 同样具备自动枪管制导系统 自动弹药装天系统 以及火控管理系统 这主要是因为Alka 81毫米迫击炮武器系统 是基于Alka 120毫米迫击炮研发而来 除了与该武器具备相似的系统外 在一些配置上也得到了升级改进 例如使用了NATO Armaments Blasted Kino 这种配置可以更具快速且精准的计算弹药和弹道轨迹 关于这款型号的迫击炮的性能参数如下 它配备一个81毫米的滑膛迫击炮筒 这个炮筒长度在1.6米 其最大射程可以达到6400米 比Alka 120毫米迫击炮在射程上虽然弱了一点 但是在重量上要比Alka 120毫米迫击炮轻上很多 它可以集成到更轻的装甲车辆上 例如一些军用皮卡车 或是无装甲长轴距4x4路虎位时的后部 搭载这种小型车辆上 可以让它执行一些城镇作战任务 大幅度的提升该武器的作战效率 讲到这里也带大家了解一下 关于现代迫击炮在战场上的作用 现代迫击炮相对于传统的迫击炮 可以说是非常的便利 传统迫击炮在作战时需要士兵扛着才能转移阵地 这样大幅度的影响了士兵的机动作战 而Alka 120毫米迫击炮 则可以更具需要直接启动装甲车就可以转移阵地 这种机动性能是传统迫击炮所不能比的 再加上Alka 120毫米迫击炮 还拥有着完整的全套弹药系统 操作平台以及先进的火控系统 这些配置都是传统的迫击炮所不具备的 并且一些先进的现代迫击炮 还具备自动探测以及定向系统 可以更具所搭载的配置 锁定目标位置 进而提高命中的概率 不需要像传统的迫击炮需要人为的计算 才能进行瞄准发射影响作战的时间 而且相比传统的迫击炮而言 实现机械化的现代迫击炮 在战场上的生存几率也要大于传统的迫击炮 就如Alka 120毫米迫击炮 它可以加装到具备装甲防护的车辆上 这就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它的防护性能 也是基于这些优点 很多国家也开发出一些 轮式或履带式的自行迫击炮系统 例如美国龙火 新加坡Shemems 法国RR 2M等 都是将迫击炮结合在装甲车研制的武器 并且一些国家为了提高这些武器的火力输出 各国也陆续研制出了双管自行迫击炮系统 例如瑞典的AMOS双管迫击炮系统 这种武器在性能上也非常的优异 AMOS双管迫击炮系统 它拥有非常强大的火力输出性能 在开启高射速的情况下 可以达到每分钟26发 并且它可以确保16发炮弹 同时击中一个目标 这种性能相比传统的迫击炮系统 它的火力更加的密集和集中 能够大幅度的提高己方的火力压制 像这种结合了装甲车的迫击炮 在现代战场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例如它可以使用现代城市作战 可以在高楼林立的城镇中快速移动 在作战时又能避免无辜平民 压缩战争损失 除了可以应用在城镇作战外 该型武器也可以应用于丛林作战 在丛林作战时 它更具备优势 可以利用它体型小的优点 隐蔽在树林中或草丛中 结合它高精度的打击性能 以及极强的火力输出 可以给敌方带来意外的惊喜 总的来说 该车载式排击炮 必将广泛应用于现代城市作战 和山地丛林作战 结合它的种种性能 该类型的武器 还被人称为移动的巷战杀手 或是城市猎人 丛林杀手等称号 从这也足以看出 该型武器在军队中的地位 并且随着如今科技的发展 在不久的将来 会研发出种类更多 科技含量更高 弹药威力更大 射击精度更好的自行排击炮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觉得 土耳其的这款车载式排击炮 在未来的实战性能 将会达到哪种程度呢 大家可以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订阅 funded by 优优赏c访和热音 hollow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